我们要带您看在刚刚的下午4点14分左右 台北市亚太会馆建筑工地阴架倒塌 倒塌的面积大约80平方公尺 目前知道的情况是没有人受伤 不过附近的交通受到了影响 好的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阴架倒塌的现场其实触目惊心 那么其实这个是台北市的亚太会馆 它的建筑工地阴架是倒塌 压到了旁边的围里 那么整个重量非常的重 再加上范围有将近80平方公尺 区域也非常的广 因此这些围里倒塌的当下 包含这些石头砖块是整个飞毯四射 而且就连旁边所停放的车辆都被波及到 而且包含信义区当时快要接近下班时间了 因此所有包含像是永松以及永高路 这附近的路段交通 都一度是大撒劫的情形 那么幸好这些石块飞散的时候 并没有民众经过 而是只有一辆轿车被压伤 那么以上是目前最新提出播 好 我们看到现场 这是台北市亚太会馆 阴架倒塌传回的最新画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